整間房間都是狗毛 看到地上滿滿的狗毛 讓民宿員工看了一個頭 兩個大 更誇張的還有這 床檔上面滿是咖啡色的污渍 一次是狗大便 床地還被咬破 宜蘭這間寵物友善的民宿 客人入住前沒有預先告知 有十多隻狗 退房後 員工進房打掃 看到屋內一團亂 離譜景象差點昏倒 老闆氣到PO文公審 也讓其他客人覺得相當離譜 上一組客人帶了十條狗來 這小狗大小便完全沒有親 我們自己也有帶狗 馬上就要整理 這就離譜 起碼大小便當場擦一下剪一下 實際回到民宿現場 一進門十多個沙發坐墊 全都被拔起來清洗 地板疑似有沖洗狗尿的水汁 難道是入住客人企圖一面這句嗎 我們雖然是友善寵物的民宿 然後他沒有跟老闆告知說 有這麼多隻狗 單單我們清這間 那天就已經吸了四五次 而客人退房後更是博認帳 只不過房間到現在 還是滿滿濃郁的味道 讓店家只好用椅子頂住大門 讓味道散去 預計一周才能開放客人入住 但是業者損失誰來負責 記者林神 郭宇軒一蘭採訪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白色進口車被前方轎車 半路攬下來 直接副駕駛座 一名男子下車 高舉槍支 準備朝駕駛座開槍 駕駛加速打算往前撞上去 十幾聲槍響 駕駛躲在車子裡面擋子彈 踩了油門想要跑 這時車頭已經開始冒白煙 平凡市區居然出現 當街開槍尋仇 連續十幾發子彈 當街即發 持槍男子鎖定目標 直接開槍 最後駕駛手臂中彈 開車加速逃跑 有聽到說七八 他們怎麼有人在放邊跑 前程五點三十分左右 這一輛轎車攔下進口車 下車就是連續開槍 造成開車的三十一歲男子 手臂中彈 他開著進口車 引擎蓋上滿滿都是子彈孔 數一數就有十四孔 發現現場 遺留十枚彈盒 經釣越監視器 及通知相關人到場說明後 已鎖定特定犯險 警方調出監視器發現開車男子令有同夥 是否打算開車前後包夾 被鎖定男子遭到連續開十幾槍 暗夜槍響也讓民眾害怕 當街攔車就開槍 社會治安實在讓人憂心 記者 張春華 評論報導 我是王一眾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工廠外頭好幾位民眾表情痛苦 貪桌在地上 消防及救護人員趕到 趕緊冰服爆炸 隨即送往醫院治療 社會在新北汐止環河街 28號下午1點多 民眾中秋放假前夕 在工廠外香聚烤肉 疑似水用盆燈 引燃木炭時火關不掉 還來不及拿滅火器 瓦斯罐就瞬間爆炸 有啊 滿大聲的 就是他那邊爆炸以後 看一下監視器都有在晃動 然後整個警衛師都有震動的感覺 爆炸意外 造成一名男員工 左手掌擊小腿二度燒燙傷 一人臉部四肢二度燒燙傷 一人左右臂一度燒燙傷 所幸傷者送醫後都沒有生命危險 消防隊提醒使用盆燈助燃 除了注意瓦斯罐上 是否有商品檢驗表示 也要遵照使用說明操作 另外也要看看是否有過期 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 接合處的地方 是否有漏氣的異聲或異味 罰嘴不要一次開到最大 只要開到微微的就可以點火了 盆燈起火 萬一沒辦法熄滅 消防隊呼籲民眾務必保持冷靜 如果當下沒有滅火器 可以將整支盆燈 丟進去裝滿水的水桶裡面 防止燃燒爆炸的意外 介紹王中文宣傳關於新北報導 同樣是在騎車 穿著白上衣的阿伯 屁股坐得超級厚面 上半身凹折 只有濕度平貼大腿 手吹在膝蓋旁 夢寸油門姿勢超奇葩 有可能腰痠吧 就是有時候腰痠要彎一下 這樣比較舒服 民眾看了直呼奇特 網友也封他是追風阿伯 為了降低風阻拼了 他追的不是風 而是逝去的青春 想要享受那個 好像他要跟人家飆車的那種感覺 奇葩的追風阿伯引發關注 但警方說阿伯指示姿勢特殊 沒有違規 而大理的真名騎士就不一樣 非常可怕 機車行進中 騎士一個大動作後仰 手放開龍頭 雙手懸空後伸 像在伸展 有像是大鳥展翅 還是騎士他是在坐仰臥起坐 好可怕 他認真的嗎 騎士徹底放飛自我 聽著紅燈還下車尬舞 柔的民眾驚呼連連 既然騎人帶車就對了 有人雙手放騎 也有人單手操控 另一隻手不是前腳踏車 就是撐散拖行李 但騎車還是不要亂做危險動作 小心處罰 今天文章在警察台中 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